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 接线员劳瑞对着设备一顿操作后 马奇开始用它粗犷而又带有词相的嗓音播音 只听他习惯性地对着电台的听众说着早安 随后便对大家讲述了早上上班时发生的怪事 话音未落 导播布莱尔匆匆赶来电台 马奇调侃了一句布莱尔后 再次进入直播节奏中 接线员劳瑞开始连线前线记者肯 只听得记者肯那边伴随着直升飞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讲述着小镇的交通状况 结束了与记者肯的对话后 电台接到警方传来的突发信息 指出小镇的大麻种植户与居民发生争执 马奇一无一时地对听众转述状况后 开始对政府不作为的行为进行抨击 导播布莱尔见马奇这般直言不讳 慌忙地叫停了他 马奇还意犹未尽地讨论着这个话题 突然被布莱尔切断发言 并把直播频道切到别处 马奇生气地对布莱尔埋怨 声称自己这样是在与观众建立感情 企图来激怒观众来获得更多的听众 面对马奇的天方夜谈 布莱尔只是敷衍地赞同 然后安慰着马奇做好本职工作 布莱尔的唠叨让马奇屈服了 他开始不再议论政府的事情 开播便重复自己早晨遇到的怪事 此时接线员劳瑞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对方只是无脑地重复着一句话 劳瑞健壮以为是无聊的骚扰电话便挂断了 而布莱尔也郁闷 没能在固定时间接到每天打电话的听众 就在三人在电台忙碌着的时候 警方无线电突然传来小镇出现人质劫持的消息 接线员劳瑞慌忙把这个消息传给正在直播间的马奇 只见马奇淡定地处理了听众来电后 转述了人质劫持的事情 只是这一次马奇依旧我行我素地嘲讽着恐怖分子和警察 布莱尔健壮直接催促马奇 赶紧停止并转现前线记者肯的频道 随后布莱尔走进了马奇的直播间 只见布莱尔面带焦虑地劝慰马奇 指出所有人都需要认真工作 就连前线记者肯也是为了升级撒谎 说自己在直升飞机中为大家报道 实际上他是驻扎在山上 以比较高的视角看到小镇的交通 因为记者肯为了让听众们想象天空心情愉悦 所以自己录下了螺旋桨的声音来播放 面对布莱尔动之一情小之一理 马奇也认识到自己的无理并主动承认了错误 喝了一杯酒后开始直播日常的报道 这时出来直播间的布莱尔正与接线员劳瑞交谈时 突然接到了记者肯的来电 他们慌忙记录下记者肯传来的消息 并传给直播间里的马奇 消息指出有一堆人围着一位医生进行抗议活动 随即接线员劳瑞转接记者肯的专线 只听记者肯说他看到几百人争先恐后的几进诊所 随后场面无法控制出现了踩踏事件 连军方都到场出面控制 正当马奇想了解更多时 记者肯的信号突然被莫名的终止了 正在这时电台领导突然带着人来直播间里唱歌 关大一级压死人 马奇也只能无能狂怒最终妥协 只是这群阿拉伯人唱完歌后 里面一位小姑娘突然自言自语起来 随后他开始重复说一个词 他的家人见状连忙把他带出直播间 而马奇却看出端倪还想要与布莱尔讨论 可布莱尔却在找小镇发生的怪事的蛛丝马迹 并没有看到小姑娘的怪异表现 这期间布莱尔找到十位目击者来电 转接到马奇直播间里时 目击者却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 不能连线马奇 就在三人都陷入无助时 英国BBC电台突然连线了电台 英国人只得到军方介入的消息 便直接陷入为主的判断是加拿大的分裂活动 面对英国主持人的污蔑 马奇直接了当的回答 无可奉告便挂断连线 这时记者肯突然联系到电台 只听记者肯呼吸急促地回答着马奇 此时他身处危险地带 随时可以看到互相撕咬的场景 正当马奇打算询问更多信息时 电台被一段突如其来的电波打断了章程 只有接线员劳瑞清楚地了解这是一段法语 并开始逐词翻译了出来 电波指出要避开家庭成员 还有避免所有亲密行为以及社交活动 不要和老人和孩子有接触 最重要的是不要讲英语 就在所有人都对这段话一头雾水的时候 警方给布莱尔打来电话 命令所有人不要出去 而且小镇已经被隔离 面对这种种迹象 三人都陷入了深思 就在这时 记者肯通过电话联系了电台 他讲述到自己面前看到一个青年躺在地上 躯体已经被摧残得支离破碎 整个右臂已经惨不忍睹 随后记者肯靠近青年 只听得这个青年发出婴儿婴婴婴的呢喃声 布莱尔为了不制造社会的恐慌 慌忙让马奇停止询问记者肯详情 这时马奇忍受不出这些发生的遭遇 不过布莱尔和接线员劳瑞的阻止 冲向电台大门 只是当马奇打开门之时 门外人群疯狂地冲向他们 马奇三人慌忙关紧大门 这时马奇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马奇老老实实地回到直播间 开始播报死亡清单 只有布莱尔和接线员劳瑞谈论着发生的事情 而正当两人说着话时 接线员劳瑞突然开始不断重复一句话 他意识到自己有些不舒服就去旁边冷静 只留下布莱尔疑惑地看着他 这时从电台窗外翻窗进来一个人 此人解释到他是之前被人群围着的医生 医生看到接线员劳瑞的异常后 说接线员劳瑞已经病入膏肓 慌忙带着布莱尔来到马奇的直播间里 正当医生准备用马奇的设备直播播音时 接线员劳瑞突然走了过来 对着直播间的玻璃疯狂冲撞 看到接线员劳瑞如此反常的行径 只有医生给出解释 他曾经见过太多这种情况 更有甚者会自杀 随后记者肯通过电话联系到了马奇 他指出自己身边一直有人死去 而且这些人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突然记者肯也开始意识模糊 不断重复着一句话 面对记者肯的状况 医生开始判断这种情况 指出这可能是一种存在于语言里的病毒 病毒寄生于一些特定的词汇里 当人们开始接触到这些 并逐渐理解这些词汇时 病毒开始寄生于宿主的大脑 从而逐渐控制宿主 去获取更多词汇散播病毒 面对医生天马相空的想法 马奇跟布莱尔都对其表示深深的怀疑 可就在这时布莱尔的孩子打来电话 布莱尔爱子心切唱歌安慰着孩子 而直播间外的接线员劳瑞 听到布莱尔的声音后 开始疯狂撞击直播间 直到精疲力尽 瘫倒在地 突然电台外的人群 打破电台的大门 冲进直播室 他们围着直播间就开始敲打 马奇跟布莱尔此时对医生的话 开始逐渐相信 不用使用语言来刺激那些感染者 他们把直播间的灯光设备关闭 用笔写下文字来交谈 此时马奇既从心来 他主张用室外的直播设备播音 来吸引这些人赶往电台外 随着室外喇叭开始播放声音 感染者都退出直播室 聚集在喇叭下 就在三人都觉得安全时 医生也开始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 马奇与布莱尔健壮慌忙离开直播间 正当两人走到直播室走廊时 布莱尔看到马奇身边的阿布拉小女孩 布莱尔轻慌失措地叫了一声 女孩听到声音异常激动地冲向布莱尔 马奇见布莱尔被制服 抓住女孩的头撞向墙壁 随后两人把女孩提到不省人事 就这样两人顺势来到厨房暂时躲避 可电台里电源突然重置 而开始电源后 喇叭也突然播放起歌声 两人慌忙寻找东西去砸喇叭 可一切都为时一晚 医生和感染者听到声音往厨房走来 马奇慌忙带着布莱尔走进储物室 这时医生似乎带有意识 趁着马奇没有关闭储物室之前走了进来 只见医生与马奇对视了一眼后 顺着窗户爬出电台 在外疯狂呼喊 此时电台里的感染者 全都被医生的呼喊带到电台外 两人暂时安全了 而布莱尔在储藏室里边喝酒 边忏悔着自己的行径 只有马奇思路清晰地 开始与布莱尔谈论医生的言论 马奇清楚了医生所说的病毒生存的条件 指出理解是病毒的培养命 正当马奇分析的头头实道时 布莱尔也开始意识模糊 最终开始不断重复着一个字 马奇见状慌忙制止布莱尔的话 可布莱尔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说 马奇疯狂地对布莱尔歪曲解释 他口中重复的字果然有效 布莱尔通过马奇 把他理解的字词扭曲想法后 开始逐渐正常恢复起了意识 兴奋的马奇知道自己找到了解决病毒的方法 于是他们走进了直播间里 通过电台直播向群众播报这个消息 马奇与布莱尔疯狂地说出一些名词的曲解后 外面狂躁的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外界还不知道这个小镇发生了什么怪异的事情 他们只是听到小镇电台里 马奇慷慨激扬的演讲后 狂躁的小镇就安静了下来 而不明所以的外界 却以武装镇压分裂活动的消息 搪塞了大众 最后马奇带着布莱尔解救了小镇 过上了没凶没臊的生活 创意化的主题呈现 以语言为触发机制的病毒感染 极限化的剧本架设 似乎完全的室内空间叙事 不像传统的丧尸片 该片没有枪械战斗 狂暴和失潮 被啃食的受害者 就像很多独立游戏一样 本片只是在营造一种氛围 一种未知的威胁不断在逼近的感觉 以及其背后某些更复杂的概念 本片利用有限的空间 给了观众不错的压迫感和恐惧 指出话语权的控制者 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它控制着主流的意识 以及英语是世界上 最具统治力的语言的可怕现实 好了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不喜加布 我们下集再见